麻生太郎 那最近他谈了很多的话 也见了很多的人 也公开发表的演说 但是我们来看 其实在昨天头条开讲 大家记不记得 秦教官昨天还很仔细的 把这一段念给大家听 就是他有讲 避免台海战争 你要有充分的嚇阻能力 一二三 我都告诉你了 然后我也都一个 两个三个 后面通通我都加问 为什么 这个其实待会 江老师也可以补充 对啊 因为你要有实际军备的 嚇阻能力 是我们有还是对岸有 我就这样问 第二 要有执行力 要有人民认同的动武意志 对岸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台湾是有 人民认同的不动武意志 是占多数 再来要把有嚇阻能力的事实 让对手充分了解 但是我怀疑 对手充分了解的 会不会是你不够有嚇阻能力 那所以他现在讲了这么多 我们就要问 你在这个台湾这边 你在告诉我们 我们该怎么做 可是回过头来是 那我们有加强国防 我们也有加强军备 我们甚至已经是到了 2.4% 占GDP 国防预算 已经都快到2.5%了 连赖清德都这样告诉我们了 结果我看到的 日本 日本防卫省 现在呢 说要推出7兆日元以上防卫费 占GDP超过1% 那台湾都已经是到快2.5%了 江老师 那日本要说台湾的时候 要不要先看看日本自己 这个麻生太郎 真的是站着说话腰不疼 也就是说 他跟驻国务卿罗素说的话 都一样 就是说的不对称的战争 不对称战争 简单的说就是四个字 以卵即时 全世界所有的战争 不论是以卵即时 以时即卵 结局都一样 就是弹破人亡 这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为什么说 他是站着说话腰不疼 也就是说 他们不论是罗素 或者是麻生讲的话 我用16个字做评语 牺牲台湾 拖累大陆 保护日本 成全美国 这16个字 完全郑重要害 就这16个字 如果你对照一下 是不是台湾应该受到更多的保护 麻生说的事我也是 但是如果从爱因斯坦各位上 我就看一下爱因斯坦说什么 爱因斯坦说和平不能用无力解决 只有理解才能够达成和平 也就是说最好的方式不要打起来 一打起来 没有人知道结局 爱因斯坦说只有死掉的军人跟老百姓 才知道战争的结局 那很惨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 所有的问题都一样就是 不论他所谓的不对称的外交 防御或者不对称的作战 或者嚇阻作用 都走一条路就打打打 买买买 可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谈判手段 怎么都没有的呢 台湾不断增加军备 数字不重要 但摆在眼前 它就是一个铁真正的事实 台湾的军队如果照账面上的资料 各位上网去查 在16万8千多人 大陆超过200万 它的倍数超过10倍以上不值 那军舰飞机不用讲 都超过10倍以上的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打 那也许大家讲说 我们有士气 但是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就你看不到他的目标 那从这里来看就是 现在麻生他讲说 他们有嚇阻作用 让对方知道 但是双方这种外交的手段 如果都没有 只是在军备上提升的话 那我倒有一个想法 就国防部的军备 还有他的这个 预算不断的增加 外交部 国防部跟外交部是干干的 要打战争外交部失败 外交部成功就不用战争 外交部都砍预算 对 那外交部预算 都移波的光不来 也许增加的比较快 那另外就是 麻生我当然不对 他个人做评论 他们是整个适法出生的 所以他对来说 只有权力才是真的 各位系组 从日本的第一届的首相到现在 全日本的首相 做过首相 那他回来做大臣 有三个人 光泽洗衣 乔本龙太郎 还有一位 就是麻生太郎 做过首相 还会过头来 底下说 有官可以做 他就回去做 他后面几个人的 首相 首相底下的大臣 他什么官都做过 也就是说 他如果是什么 万用插头 什么都可以的话 那他怎么真正了解台湾呢 何况他这次来台湾 是真的对台湾好呢 还是他有特定的目标 我做个结论 日本的预算 国防预算 自卫预算不断增加 因为他们希望 尤其安倍在世的时候 希望能够修改他的宪法 把二战之后 美国加注于日本宪法 那种所谓 自卫防卫的能量的上限 那个紧箍之后拿掉 拿掉以后 他就海阔天空了 但是从二战之后 当时美国做了一些宪法上 对于日本的限制 是担心军国主义复辟 那现在呢 也大概不会有人在乎 军国主义复不复辟的 只要抗重的话 军国主义也可以 看起来美国是做这样一个打算 但问题是 在美 中 日 还有几个大国当中的台湾 就算 我说就算真的万不得已当棋子 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 自己说话的空间 而不是照表操课 人家给我们来的 我们都要照单全收 现在告诉我们的 我们就向前冲 带着钢灰向前冲 台湾几乎都没有说话的余地 我刚刚讲的就是 这种所谓的不对称的外交 或者不对称的作战 结局就是牺牲台湾 拖累大陆 保护日本 周全美国 成全美国 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结局吗 好 所以问题来了 就说当然每个国家 都以自身的利益 摆在最优先 不论是美国或者是日本 那所以我们要解释的是 他们真的 把台湾的利益 是当回事吗 那不仅我们其实看看 刚才我们在讨论了很多 有关于麻生泰狼的说法 可是你看 麻生泰狼 他是在公开演说时候 他讲的这一番话 可是呢 有报道 就报道有关于 在9号的这一天 郭台铭跟他见面 那么跟郭台铭转述的话 怎么听起来 好像口径不太一样呢 因为郭台铭的说法是 他跟麻生泰狼 都有共识 台日都希望两岸 不要发生战争 那他说的是 麻生泰狼 也希望两岸 不要发生战争 是这个意思嘛 对不对 那可是他这番话呢 是说你要有充分的 贺阻能力 你要有打仗的心理准备 你就是应该要有 那个决心 要有那个意志 那偏偏呢 你看 跟郭台铭讲话 不一样之外 连日本的高层官员 难道也打脸麻生泰狼吗 因为那个官房长官 松野薄一 他就说 其实日本一贯的立场 是期待透过对话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有关麻生的发言 政府无法评论议员 或是政党活动 没错 前首相他不能代表现在 比如说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 前阵子前两天 前总统跟现任总统 两边在吵架 那你说我们中华民国立场 到底是前总统 还是现任总统 对不对 可能国内都有 不一样的看法 可是呢 毕竟这个吵的是债务问题 可是现在讲的是什么 是一个外国人 来评论台湾的国安议题 可是 我觉得他讲那几点 我们要反过来看 日本人 是真正正正正 有侵略过他国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知道 如果今天他去侵略 别国 而别国有贺阻 实质贺阻能力的时候 他就不能打了 为什么 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 然后呢 两颗原子战 打在日本的本土 哎呀 战争结束 我们认输了 日本人非常深刻的知道 你当对手有毁灭性的 关键武器的时候 贺阻能力就在这边 就是这个贺阻能力 好 台湾有没有 没有啊 我们连核武都没有啊 我们没有办法 那我们是我们现在的路径是什么 我们现在的路径是拜托美国 拜托日本当我们的后盾 如果发生战争 希望他们我们的什么民主同盟 我们的印太联盟 我们的这个亚太安全的这些伙伴 可以伸出援手 这某种程度叫什么 这叫赌博啊 这叫赌博 所以实际上 我觉得那个 你有军备跟有嚇阻能力 是两回事 我们一直都有 其实你看 如果是在还没有 这个所谓的2000年以前 我们的国军 中华民国国军 在全世界上的军力排名 是在排在前面的 可是越来越 越来越排名 越来越往后的主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不倡议战争了嘛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不朝所谓的战争 这个路径去发展 对 为什么一定要战争呢 没错 我们要和平啊 对 所以呢 我说 有嚇阻能力 跟备战是两回事 你有备战 这是每一个国家 其实你说像新加坡 它的这个军费的占比也很高 它是比台湾还高的 它也在备战 它也有备战 可是它会发动战争吗 不会啊 可是它 任何一个国家 你有一定的国防武力 这是固定的啦 因为这是你所谓的 国家主权里面 涵盖的一部分嘛 军队就是国家主权的延伸 可是呢 你要不要去 因为 比如说 两岸的局势演变 我们不惜一战 感觉起来 马上台湾是告诉你说 你们要有不惜一战的 这种气势 对啊 如果可以避开这个战争的话 我们何必面对战争 可是避开战争 不是跪着避开啊 我们是可以 有尊严的去互动 是 马政府的时候 请问哪一个官员 到对岸去 我们是跪着谈 因为我们有对话 我们有沟通啊 没错 所以所以我说 我们不是没有 没有方法 我们有方法 可是现在的执政团队 他不用 因为他认为 这不是他们能用的方法 那今天很简单嘛 就是说 当今天执政的方针 现在的执政党 民进党 跟过去的执政 曾经执政的 国民党也好 或是说现在挑战的 在野党民众党等等的 有不同的方针 在两岸的对话方面的时候 那就让老百姓选择 你希望走向 继续这种兵凶站围的氛围 还是希望两岸和平的来对话 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一个 所谓的老百姓来选择 这是我们民主国家里面 最常见的一种样态 可是现在最麻烦的是 我们的执政者 要透过这些外国的 这些政要也好 前官员也好 告诉你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这个某种程度就是一种认知作战 然后还花我们的钱 马胜太郎来台湾 可能都是我们招待 对啊 因为是原警基金会邀请他来 一定是买单 所以按照江老师的说法 你看刚刚他说 如果今天你要发展国防 你外交应该要降低 对不对 可是在民进党政府是 我外交也要增加 我国防也要增加 我两边都要增加 因为能捞则捞 我能赚的我都要赚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